作词 李宗盛 路上的光让我们翻开圣经 由荒漠中重生获得金泉 滋润你我的心灵 荒漠金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种生活过激一点 放纵一点 任意而行 不单止这样 还有很多人出来做假师傅 按着自己的心意 来讲解神自己的说话 带来了很多人离开真道 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就是这样来记载 圣经这样说 他说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爱为得救的恩由就如 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之主的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第十六节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淋 第十七节 他说 亲爱的弟兄下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就当放逼恐怕被恶人的错谋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 第十八节一起读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吉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使徒彼得最后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末世的时候 我们正在等候基督再临的时候 正在道德罪败坏的时候 不发之事争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长进 我们继续需要成长 梅先生和我们读到比德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我们可以从第三第四节那里看到 我们一个成长有一个目标 那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三四两节 神的神能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乾敬的事刺客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以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刺客我们 这一位的救主 他是用这个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 是用他复活的大能 这个荣耀用他生命的见证 来到去呼召我们 是从最后 逢星期三晚上10点钟 onairpower24小时 网上电台 方莫金泉 占士和嘉宾港姐 和大家一起在方莫当中尋找由上主而来的金泉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